前两天啊在家和网上的小妙招学着怎么做蒜黄 结果失败了 现在就来和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他所要的道具非常的简单 你去买一把这种蒜头 然后一个垃圾桶 说是垃圾桶 其实你最好去买一个新的 因为毕竟你是把吃的东西种在里边嘛 你就到外面花一块钱买一个新的这种垃圾桶 来好了 然后这个垃圾桶的要求是什么呢 最好是比我这个再高一点 因为你在想啊 这个蒜黄就是蒜苗长高了以后 大概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对吧 你要满足让它那个整个蒜苗都长在这个桶里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买这个垃圾桶的时候吧 最好买那个颜色深的 不要让它透光的 因为我这个 我这个是家里边现成的 我就不到外面再去买了 所以我用了这个白的 然后你还需要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把那个蒜摆在里边 泡水了以后吧 要把它的这个上面给盖起来 用黑色的塑料袋盖上 不要让那个光透进去 从包装袋里边拿出来的蒜头啊 它是这样的 我建议呢 把上面的这一层皮扒掉 扒掉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这个蒜的这个小尖尖 尖尖子能够露出来 这样呢 它发芽的时候 就不会给上面这一层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一层皮 给它包在那了 就比较容易发芽 包好的蒜呢 就把它平铺在这个桶的底部 然后往里边浇入清水 浇清水的量呢 不要浇太多 千万不要没过它 要不然你就是在泡蒜头了 泡的不好 还会把它给泡烂了 浇到它的一半就差不多了 就行了 完了以后 用这个黑塑料袋 给它兜头套上 套上了以后呢 如果你选用的是那种垃圾桶 是本身就不透光的呢 我觉得你就摆在你的室温底下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家里边冷了嘛 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开暖气了 对吧 那么这个大蒜头发芽 它也是需要一些温度的 我觉得在这个室温下呢 它恐怕发芽也还快一些 我呢因为这个桶啊 这个颜色稍微有些透明吧 我打算把它放到地下室里去 而地下室里呢 通常比这个室温要低一点 所以它发芽的这个天数恐怕要稍微长一些 两天以后 我把这个大蒜头 从那个我的地下室里头拿上来 我想看看它有没有冒芽了 结果我发现啊 它并没有冒芽 而且那个水吧 有一点发黄了 闻一闻 好像我如果用这个水继续泡这个大蒜头的话 恐怕大蒜头会烂了 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会这样 是不是地下室里边的温度太低了呢 促成它不会发芽呢 现在我就打算把这个水倒掉 换上清水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正常的房间里边 看它会不会发芽 我已经换过清水了 因为把它放在正常的房间里边 虽然这个房间比较暖和 但是我害怕会有光透进去 所以我打算多用几个黑色的塑料袋给它照上 这样过两天我再来看 又过了三天了 现在我来看看我的大蒜头 蒜黄长得怎么样了 我看了一下 中间的梗子 就是中间的那个棍棍子 你们看到没有 都发霉了 但是要说发芽嘛 确实也有几个头发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水再换一下清水 然后再试试吧 蒜头拿出去以后呢 它这个水啊 是呈那种有一点黄黄的浑浊的 然后里头有那种烂的大蒜头味道 这是我把那个大蒜头啊拿到水槽这里来准备给它换水时发现的 它这个底下呢确实也长了根出来了 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发霉比较严重 看这颗 对吧 这边也冒了一个小芽出来 本来我是想再试试的给它换个水再试试的 但是后来我转念一想 如果说它这里继续发霉的话 它就算它发芽长出来 它这个蒜黄 那我也不敢吃呀 谁知道它长出来的这个新蒜黄里 你看它和这个发霉的这个蒜瓣这么近 谁知道它那个长的那个新的蒜苗 有没有被它影响呀 那吃到肚子里健康不健康呀 我这里呢只是对这个小妙招的一个验证 记录一下这个过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小妙招本身它就不管用 还是我的操作方法有什么不当的地方 感兴趣的朋友呢 你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重一下 如果你成功了 欢迎你在我的留言区留言 因为我还是非常喜欢吃蒜黄的